詞曲 李宗盛 像你剛剛是在就是說寫陳青山的故事 他就是有記憶嘛 寫他的記憶然後很會認同的問題 因為台灣這個歷史不變化 然後他就在大陸這樣 就這樣就夠了時間 然後你現在也在進行過的故事寫作 我真的好奇的想問說 你在了解這些歷史的時候 你對於那種會不會對於台灣的族群性 或者是會不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通過歷史是不是可以去建構台灣的文化族群性 我倒是沒有企圖要去建構什麼 黑就是黑白是白 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 就地理在哪裡是怎樣 就現況來講 一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是中華民共和國 不去討論它就存在了 天與台灣原独立對不對 你是要說是天跟台灣是一起一樣獨立 還是說天給台灣是獨立 你怎麼解釋都是這樣 問題就是說 我在寫這部小說 我從他的個人觀點談著 其實已經離開了 像我剛剛講的 他在中國大陸47年 當他離開中國大陸 他其實覺得他是在離開一個故鄉 他要回到他一個已經變成異鄉的故鄉 所以小說的章節裡面 你可以發覺的好像是倒數的 有反正兩個章節 一個是故鄉異鄉 一個是異鄉故鄉 換句話講說 他知道他沒有辦法回台灣的時候 他想進漫 然後也慢慢調整自己 把中國大陸變成他的故鄉 可是他回到他原來的故鄉 忽然發覺台灣是他陌生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47年 這47年台灣的變化多劇烈 那個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也是從一個陌生一直到熟悉 然後再找回他的原來靈魂的生存 所以說我是不是在企圖建構一個主體型 我說我沒有 我只要把一件事情講 把一個老人的心情 所以你看走過去不會有很強烈的說 我到底在罵誰 或是我到底在排斥什麼 不是 而是他一個人走過的情況 就像一開始我們提到 他怎麼會那麼輕易地 就從國民黨轉成共產黨 那我不講了 國軍到我的部落去招兵買馬的時候 他對國家所謂的中華民國 他其實沒有任何感情 因為不知道 中華民國是1945年的8月份才來的 他12月份就走了 可是這四個月當中 他第一次見到的官員就是12月那一次 他怎麼會有感情 他只有部落的感情 均均的感情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去看走過 各位應該去看 如果你想去建立什麼 你看完走過以後 你應該會有足力的 那如果說你想去排斥這個東西 看完走過 你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感情 因為我談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故事 一個時代的故事 我著重在他所經歷這個時代的 一個背後的一些變遷的東西 而不是說共產黨 國民黨 或是現在的國民黨 或是民進黨之間的分野 當然每一個部分都可以炒出來 但是那個不是我主要的訴求 因為我 我站在我比較 我覺得我比較稍微出來 沒有那麼現代的兩個黨 不管是共產黨 國民黨 不管是民進黨 不是國民黨 我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強制 所以寫那個小說 我盡量採取家裡的作法 盡量的不去做太多的一些區隔分野 那當然怎麼解釋 那是讀書人的問題 不過你看過走過吧 而成敗人沒有看過走過 太講不過去了 該罰一杯咖啡 繼續看 你把從頭看到尾 你會發覺一種情感的一個歸流 因為人的一生 像陳銀山那小時候 有沒有提了很多事情 他這樣怎麼過一趟 他經歷過很多 他自己連想都想不到一些問題 然後也經歷過最初的國民黨 最初好的共產黨 一直到變質的共產黨 他一直回到台灣去發覺 又變質的國民黨 然後你覺得 然後 九幾年 第一次市長選舉的時候 明選市長 謝昌廷跟吳敦義在對決的時候 那是九四 那個是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 吳敦義跟張俊雄 那是九四 法律是謝昌廷那一次 他們已經回來了 那是九八 應該第一次吧 第一次是張俊雄 跟他選 明選市長 吳敦義 法律是那次選舉的時候 他們還被動員 因為那次是許昌蓉 動員 因為許昌蓉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 他為甚麼自分 是因為希望破滅人呢 就是他民進黨是有期待的 但我們也期待有特別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那些人到文化中心 靜坐思維 多諷刺的一些我講給各位 那年我在做高雄的戒嚴計劃 我 我當時 我在負擔隊軍官 還是黨軍 而且是主要的參謀 高雄時的戒嚴計劃在我手上完成 我講的戒嚴計劃是哪邊 因為那時候我們擔心 就是萬一 這一場不好 但是剛好 中國大陸剛成立一個機動營 我們很怕趁機那個 所以高雄市的每一個街道多寬 可以擺幾個機爪丁 如果動員 那個我的軍隊進來的時候 從左營進來 從林園進來 要多久時間 什麼車輛進來 會妨礙到什麼 沿途 有多少個加油站 或是當地的民進行者 我那時候在調查 我那個足足做了幾個月 做完以後我就開刀了 我那個期間連三進三出 我講的就是說 我一個人在執行戒嚴計劃 我去跑道 一個國民黨員 然後 跑道文化紀念 看他們靜坐的示威 其中包括了 陳先生 還有我媽 因為我媽也是遺族 所以那個狀況我們就覺得很諷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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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劉